那其实这样子的一个看来就是在于整个一个身体的状况来说 似乎不是调整的比较稍微巅峰一点 那在今天的这场的比赛来说也是针对了 约根德兰的这位沙场老将 那在这样子一个打法来说似乎也是挑战的 看看自己的一个整个身体的一个状态 是不是能够调整到最好的一个状态 左手实牌的张维峰刚刚提到了拿下三胜四败 四败当中其中有一败呢是碰上沙灯 结果1比3输给了中华队的王子维 王子维在打完了1月3号打完了那场比赛之后 回到台湾马上就参加排名赛国内的排名赛 最后打出了非常亮眼的成绩 有男子难打最后拿到了冠军 后后一开始的比赛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袁跟德兰的表现是更强势 对尤其是直接撒上网的一个跟进的脚部位一样 那再相当自己的一个身高的一个优势 张维峰有对角线的回应落在了余悦跟德兰的 有前方的位置 应该是落在界内 原告德兰再拿一分开局3比1 哇 这一半的一个接发的一个第三拍 直接球压制在张伟峰的近身球 这一局的开始 约格德兰的一个杀球的威力 非常的有爆发力的呈现 这是双方斗往前的篮 又是占得了上风 似乎在张伟峰的身上 还没有整个进入比赛的状态 所以在整个一个回球的质量 不是这么的理想 找到了一板突进的机会 这是张伟峰现在所需要的 哇 这一半的约格德兰的杀球 还是成功的压制张伟峰的反手拍的位置 张伟峰看起来今天的防守状况 一开始是没有办法去挡住约格德兰的杀球进攻 那可能就要尽量去避免让对手有这么好的进攻机会 对 那刚刚这一板的一个往前球的对峙 张伟峰 放完小球之后直接做一个扶球的一个回应 而且跟球跟得非常快速 哦 漂亮 终于在后场找到了起跳进攻的机会 哇 这一板球张伟峰稍微大意了一点啊 已经有抓到了一个主控权的一个位置 不过很可惜在往前铺球挂牌 14 哇 半场了 自己拦截啊 而且张伟峰的一个回球并没有质量 不是这么恰当的反倒是让约格德兰 在中途运用身高的优势做了一个拦截 这个球太长了出界 中锋在绝一分5比8还有3分的落后 关锋第三版还是要格外注意 这反回球要求的质量太高了 导致自己出现挂网 第一局打到现在中逢峰还是没有找到比较好的状态 节奏都还是被对手给带走所以打起来比较辛苦 很快的第一局的比分10比5 让约跟德兰这边先出现了5个局末点 前后的调动制造出来的机会 就那个篮一板扑球 顺利的收下分数11比5 先抢下了第一局的胜利 可以收集一下马上回来 落入到了下风 而且第一局的整个过程当中 其实张伟峰并没有办法为自己制造出太多进攻的机会 对 那相对来说他防守其实也挡不太住约跟德兰的这个杀球 变成一下子这个比分就会被拉开来陷入到落后 哇塞 这个对角线的回应也让约跟德兰没有办法成功的把球回击 所以其实张伟峰他毕竟可能力量没有那么大 那还是要多透过一些球路上的控制跟调动去影响到对手 对尤其是在面对约跟德兰这个身材高大的选手来说 其实他的一个杀球的威力非常的具有爆发力 所以在整个的一个重力加速度的一个情况之下 其实会压迫至张伟峰的一个防守 约跟德兰可以说是一枚重炮型的选手 而且整个瞬间的一个左右反应来说的确的也展现出约跟德兰的一个经验啊 经验的打法 所以也让张伟峰比较没有办法制造出自己一个很好的配球的组织能力 就是说往前有跟进 张伟峰抢到了第二分 2比3 2比4 2比4 3比4 3比4 2比4 3比2 3比3 6 7 7 對 整個一個瞬間的啟動似乎被約跟德蘭做一個調度 就是調到了底線的結果是出界 邊線稍微球給得開了一點 哇 張偉峰的這幾板的連續進攻球打得非常的漂亮 而且一個反手拍的一個下壓球之後 第二板的正手拍鼓拍到往前的一個壓制 讓約跟德蘭沒有辦法成功防守 還是要通過他的速度去加壓 讓對手沒有辦法這麼即時的到位去處理每一顆球 而且剛剛接發球的第三拍及第四拍 張偉峰給得非常的積極喔 整個速度都整個回球的一個速度都整個加壓起來 不過看這一板的一個回球很可惜 球是落在了底線的界外 從這個角度來看會比較清楚 很明顯落在界外沒有問題 第二局雙方的比數回到5比5平手 約跟德蘭發球 哇喔 這個穿越球 打得非常的漂亮 哇 腳步有點踩滑要小心這一板 哇果然是被打穿了 沒辦法即時的回到比較中性的位置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場地上有汗水的一個部分 所以造成了自己整個重心復穩 嗯哼 剛剛聽到這個現場的主播也有特別講到 在雲丁高原其實也是時有時無的在下雨喔 嗯 可能球場也會比較潮濕一點 那這樣就會影響到選手在整個球場上的一個位移 第二局的比賽 比分相當的拉鋁 7比6戰11分領先的是代表甲洞出賽的張維蜂 哇這幾板的進攻的確讓約跟德蘭沒有辦法有很好的機會去做出拍 反倒是在約跟德蘭的手上頻頻出現了一些非壓迫性的失誤 這樣子的一個追分的一個得分的機會 張維蜂沒有辦法一直持續啊 剛剛又出現了一個底線界外 哇被調動到了後場的位置喔 就用反手來回 嗯 又是個掛網 今天張維蜂的球場上的狀態 似乎沒有辦法連續性的一個進攻得分 他不容易一度取得了三分領先的優勢 現在被追成了8比8 這一次雙方的短兵相接啊 中衛鋒角度想掉開但是掉太開了 沒有辦法成功突破約跟德蘭的範圍啊 反倒是自己會出現手上的一個失誤 哇 中衛鋒 這一板球喔其實也是處理得蠻不應該的 對 不應該處理成掛網的狀態啊 而且整個的一個重心位移 也整個往前的壓制啊 最後這一板要得分的關鍵出現了失誤 雲恩德蘭從5比8的落後現在連拿5分 反而是10比8有兩個橘末點 張維蜂的腳步再度被調動到 喔這次有頂住 化解掉了一個橘末點的危機 比方來到9比10 哇 點放到了往前的位置 張維蜂在往後場斜線挑 搖錯界外也讓這一局的比分11比9 約跟德蘭再拿一局2比0 帥先聽牌 全沒有退路的局面 嗯 在總局數而言11比9 本來一開始一路落後的巴打林在野 現在反而是逆轉超前 靠的就是這一點的難單的比賽喔 對於張維蜂來說 現在唯一想要幫助球隊贏球 只有一個辦法 就是接下來連拿3局 不過感覺得出來 嗯 張維蜂最近的狀態真的不太理想喔 面對33歲的老將約跟德蘭 把自己現在推入到了0比2落後的一個窘境 哇 這個時候約跟德蘭的球也是非常的幸運 彈往而過 這種球往往也是都蠻容易打擊到對手的士氣 對 尤其是在這個時刻中斷了張維蜂的一個 連續得分的一個攻勢 這個球界內 約跟德蘭的判斷出現了失誤 不過約跟德蘭似乎有一點 不能接受這個結果 如果分數上沒有任何的改判 現在張維蜂在第三局2比1 暫時領先 哇 這一半的一個底線 左後方的殺對角線的一個威力啊 的確也讓張維蜂沒有辦法做回應 有種一吐悶氣的感覺啊 嗯 再把比分帶回了平手2比2 尋求衛冕的假動究竟在今年的冠軍挑戰賽 會不會在第一輪就中箭落馬喔 希望全都放在張維蜂的身上 哇 往前球 張維蜂的一個回球質量過高啊 反倒是讓在往前的約跟德蘭 有一個很好的鋪球 這放的也 這個太高了 嗯 比較不應該啊 對 喔喔漂亮了 這把回馬槍 整個一個 繞頭的對角線殺球 也壓制了約跟德蘭的一個防守 嗯 這個防守還蠻到位 嗯 看看有沒有手中反攻的進攻機會 有 打得非常的漂亮 而且角度給得非常的刁鑽喔 而且球非常的扎實的 直接做變排殺球的處理 5比3張維蜂現在手中握有2分領先 不過他這樣的狀態 如果可以再早一點拿出來的話 比賽可能就不會這麼辛苦 嗯 所以現在也要看 約跟德蘭是不是能夠承受住 自己的一個體能的調節啊 嗯 不過連續幾板的防守 不是非常的理想 反倒是讓張維蜂的一個進攻 的攻勢頻頻的得分 哇 這板球 身上了 比較粗手 過於急了 身體都還沒到位 嗯 就急著想把角度先打出來 張維蜂在第三局 球速打得非常的快啊 頻頻的不讓約跟德蘭有機會 去做一個很好的擊球位置 嗯 不過比較快的情況下 球就比較難控制喔 想要做一個底線壓破 可惜球就是差那麼一點點 附在了邊線的界外 1分再度追趕上來 約跟德蘭 5比6 追到1分差 哇 哇這個仇業也是疏解 嗯 也是急於初拍的一個情況 所以在一個手腕加壓的部分 沒有做到一個完全的動作 哇這幾板的初拍約跟德蘭 似乎都急於初拍的一個情況之下 導致自己被壓迫性的失誤 又再想要掉到張維蜂的左後方的位置 又是出界 一來一往之下 一來一往之下 張維蜂再度帶開領先 9比5 好 起跳的進攻直線的位子 嗯 這個球 約跟德蘭沒有太多反應的空間了 這板殺球拿到第10分 張維蜂出現了局末點的機會 被約跟德蘭抓到了一板 的一個後退行進當中的下壓進攻 化解掉一個局末點 哇 連續幾板的一個調度之後 最後約跟德蘭抓到了自己正手排的直線殺球的機會 連續被化解掉了兩個局末點 張維蜂看要不要趕快再集中精神回來喔 這一局他有殊不得的壓力 有 最後打到了斜線的空檔位置 11比7 張維蜂順利的搬回一城 在這一場難單的比賽裡頭追到了1比2落後 那至於在非受破釁失誤的情況 約跟德蘭則是5比2比張維蜂又多了三次的失誤 一來一往之下 讓張維蜂其實在第三局的比分是打得比較強勢喔 順利的追成了1比2的落後 不過張維蜂這一場比賽的這一局同樣還是有殊不得的壓力 嗯 那整個在第四局的一開始來說可以看出來 張維蜂在往前頻頻為自己製造了一個 後場底線強勢的進攻機會 而且這樣子的一個進攻模式 也的確成功的突破約跟德蘭的防守 在這一局的部分就要來看看約跟德蘭的一個 整個體能上的調節 是不是能夠盡快恢復 如果張維蜂可以在手下一局的話 雙方的總局數11比11 那變成決勝的第五局 也會是整場團體賽的最後決勝的一局 對 我可以看到來到了這個季後賽 雙方單淘汰賽的這個賽制之後 真的是打得格外激烈喔 竟然要熬戰到最後一點的最後一局的話 這個回球 約跟德蘭出現了掛網失誤 比分3比1 張維蜂兩分領先 哇 張維蜂的這個腳步雖然稍微少了半步 不過整個身體的一個起跳的一個位置 也的確的讓他可以補足了一個殺球的進攻 而且左手持開優勢進攻的角度就比較難掌 嗯 我馬上回到場上張維蜂又掉了一分 雙方只有兩分的差距 張維蜂這一局球也是給的非常的快速喔 喔 哇 打出氣勢來了 嗯 被動的進攻之下喔 還可以掉到空檔的位置啊 這半的一個回球也的確讓張維蜂的士氣整個提高了 一起來 一分一分 往上拿張維蜂的領先6比2 現在手中握有4分領先的優勢 對於老將約根德蘭來說 體力上也會是比賽這個階段的考驗 對 畢竟張維蜂整個的一個回球的速度是非常的快 而且加上現在的一個 控球的能力也提升了許多 所以在整個個人失誤率來說也相對的減少 張維蜂的反應夠快喔 對 怎麼感覺跟第一局的張維蜂比起來 現在的張維蜂提升了一個檔次 對 而且整個一個回球 而且對球的一個感覺來說 似乎都回到了自己的一個手上 所以在整個掌控的部分來說 其實球也打的質量非常的好 嗯哼 哇這幾板的回球 就跟德蘭有守住了張維蜂的一個對角線的一個攻擊 嗯哼 而且在後場的判斷也是蠻成功的 嗯 哇現在反倒是張維蜂手上出現了失誤啊 那11分賽制的比賽真的一下子的戰勤 就可能會風雲變色了 嗯 現在張維蜂還有兩分的領先 看看能不能夠挺得住 張維蜂的一個頻頻進攻啊 這一個球 這個時候對於張維蜂來說 這一分 顯得格外重要 對 不管是怎麼拿的 儘管只是一個幸運的彈網球 我還是一樣 分數要扎實拿下來 嗯 幾板的往前球的對峙 張維蜂想要做第四板的殺球進攻 可是球是落在了界外啊 看看在約哥德蘭的這個部分來說 是不是能夠繼續延續追分的情況 好漂亮喔 嗯 漂亮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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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這時候球才會起高 大風 直接走直線 看看幾分 漂亮喔 好可愛喔 漂亮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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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terfall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哇 這一半球來四熊熊約跟德蘭 也是一樣回進了正手排直線殺球的路線 在这个关头张伟峰想要拿下这一局 这速度绝对不可以掉 而且整个的一个控球的失误率也必须要掌握住 哇张伟峰还是出现了一个上手拍切球的失误挂网 然后切一个直线的位置哦 这个切挂网影响蛮大的 比分又被追进了 看看这一半的双方的心理素质 场上双方只有一分差 这个发球 约和跟德兰真的发太长了 出界 想要做一个出其不意的发球啊 可惜球是落在了兵线的界外 10比8张伟峰的局末点机会 哇哦 最后这一板哭押到了近胜的位置 11比8张伟峰再拿一局 现在局数战情翻成了2比2平手 即将要进入到决胜的第5局 第5局比赛不只决定这一场单打的比赛结果 同时也决定了今天整场团体赛的最后晋级与否 非常关键的一局比赛 而且只比11分哦 对 今天这场比赛也是打好打满了 一直到了最后一局才要分出胜出来 双方的往前球的一个对峙来说 其实今天也有一些些幸运的成分 所以在这个决胜局的部分来讲 其实双方的往前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控制球的能力的展现 噢 刚刚张伟峰挡住了一板重炮 嗯 5分 双方 还在树有来回 又是一板的重炮 哇 连续几板的防守 张伟峰打得都非常的漂亮 而且整个回球的质量也非常的好 所以导致了 约根德兰的一个自己回球出现了边线界外 这一分的来回其实对于约根德兰来说体力上会是蛮大的消耗 嗯 在对派来回过程当中速度的起跳重板进攻 现在的比分2比1 张伟峰暂时一分领先 哇 约根德兰在往前球的一个回球底线界外 对于约根德兰来连续比较大一点了 所以其实缠绝到第5局 虽然说11分的这个赛制速度很快 嗯 但是或多或少体力都是会有影响 看看他能不能够顶得住 哇 又是一个后场底线的初戒 张伟峰在这一局的一个战术上的运用 采取了一个往前球的一个对峙 尽量不起高球 再做了一些压制 约根德兰的一个身上之后 再去做一个起跳进攻的机会 好 这次双方 嗯 往前的对峙哦 约根德兰也是运气稍微好了一点 嗯 直接弹网而过 啊 明运的球头最后是决定要过王 那也没有办法啊 这一半 尤根德兰抓住了杀球的机会 也成功的突破了张伟峰的防守 巴达林在野这边追到了3比4 1分差 在总局数部分 现在双方11比11的平手 双方还是采取了往前调 非常漂亮的第三板的进攻杀球 张伟峰的一个往前放置之后 找不到机会只要起高 不过刚刚这一个防守的一个脚步 似乎场地上的汗水 让他的脚步做了一个滑动的一个情形 决胜的第五局 抢上两位选手 比分回到了4比4 平手的局面 看起来张伟峰在这个阶段呢 决定把球持续控制在往前 并没有占得太好的优势啊 不过连续几板的进身球的回应 也让他在往前有很好的铺球机会 突破了约根德兰的防守 还是控制在往前 这次约根德兰放高了 将张伟峰掌握到了机会 再铺一颗下来 看这两分会不会成为比赛的分水岭 张伟峰再度拉开来6比4 那不论是教练还是领队 对于张伟峰这边 应该还是信心寒话 毕竟他在目前的整个速度上 当时的确对于约根德兰造成了一点压力 对 那重点是 呃 张伟峰自己也要坚持住 尤其他是从落后到最后的一个追评 到现在让局数变成2比2的一个情况之下 所以应该在整个世界上也上升了许多 对于自己的一个初拍的自信度也上升了很多 好 好 这个点穿越了约根德兰的防守之后 落在阶内 嗯 5 7 这两分虽然 约根德兰跟张伟峰更拿一分 但是其实主控权都还是在张伟峰的手上 对 哇 哇 这一半的杀球张伟峰杀的突击的位置啊 非常的刁钻啊 非常的刁钻啊 而且让约根德兰比较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做判断 嗯 张伟峰这一半的进攻也是完全打开了 嗯 谢谢 谢谢大家 8比5张伟峰的领先拉开到3分 双方越来越接近最后的赛末点 哇 约根德兰可能在体能的部分来说可能出现了下滑的情形 所以在整个肌力上面的一个下滑当中 所以手上的一个掌控能力也跟着下滑 出拍的速度也有点跟不上来 多拍的来回也让约根德兰比较没有好的机会 这个点打得很准啊 先把球控制在约根德兰的右半边 左半边趁机找机会哦 而且整个一个虚弓的一个回球的确也让约根德兰只能忘球心探 10比5的比分 张伟峰五个赛末点 最后导致约根德兰的这个起高球 张伟峰直线的进攻 顺利的守城 守下了决胜的第五局 11比5 张伟峰在这场比赛最终3比2 击败了约根德兰也帮助甲洞 寻求未免的甲洞最终的总拘束12比11 成功的淘汰掉了巴打铃在野 在惊涛骇浪当中 终于是挺进到了这一次冠军挑战赛的前四强 今天为各位观众朋友来送上的这场甲洞 对上巴打铃在野的比赛打的真的是非常的激烈